杨澄霖事业得意 感情上却依旧没有震桃花 不但工作人员及家人着急 自己也渴望能赶快谈恋爱 今天宣传活动上特地安排塔罗牌为她预测 没想到确实这样的答案 因为塔罗牌好像还蛮准对不对 被算出不伦练 杨澄霖硬拗是配合MV中的四角恋剧情 现场还安排两岁半的小男孩伴邱比特 看起来却很不甘愿 即使杨澄霖都下跪了 小男孩就是不为所动 虽然杨澄霖直呼好可爱 但还是不让她有想婚的冲动 其实我一直对结婚生小孩都没有很大的憧憬 就是只有对恋爱有憧憬而已 那结婚生小孩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可能还要再过五至十年吧 希望先好好享受恋爱的感觉 她也开出条件 可以接受我工作的人 我觉得这很重要 身高要超过175啦尽量 对要感觉就是我可以小鸟一人的感觉 那其他其实身材啊长相 慢慢长大的时候就发现感觉大于一切 杨澄霖每拍一部戏便会有绯闻 之前拍海派甜心传出于小猪假戏争作 最近的新对象则是张孝全 但她一概否认却也不愿把话说死 应该伤害彼此和自己身边的人 也不是这么说啦 但是就是目前的比大家的关系都是 就是只有到朋友的阶段而已 对但未来的事情我觉得真的 真的不能随便铁齿什么的 还最期待会有奇迹处 怎么叫再爱吃 我圈内圈外不排斥 谈到了现在是好友阶段的小猪 被苹果日报拍到 女性友人夜宿小猪加10小时 杨澄霖也为她背书 知道她有去解释嘛 那我觉得身为朋友就应该相信她的回答 就是朋友啊 但是如果说有天小主角女友的话 我们在朋友的立场一定是觉得很好 一天沉拖也无罪采访报导